南洋峰王和晴这个画长 很高兴在这个举办之前前夕认识你 和你做个采访 谢谢 会长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您的作品的风格有什么特点 怎么表现这个南洋泰国特色 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谢谢 第一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新加坡 这次有请你来参加南洋峰王和晴这个画长 我本人也非常荣幸能带着泰国作为特优嘉宾来 也带着泰国文化联合会来参长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感谢新加坡给我这机会 因为我离居泰国大概20多年了 现在平时也大部分时间从事这个艺术 特别是在油画这一方面 平时也经常在泰国国力艺术大协 带一些协生 那泰国呢是雅日带笔区 也比较有这种南洋风情的特点 所以平时呢我这一次呢参长作品有两幅 一幅呢就是谈影 就是用油画来表现我觉得比较好表现 就是一条小的木桥 还有呢一些导影下来 另外一幅呢就是鲜花上开是一种好意 因为呢我们中国人生活代表大福大贵吧 所以这一次参长就是有这两幅 也希望这一次能得到国内很多艺术家的指点 还有对我自己的提高 谢谢 泰国的华人在书画绘画方面他们的兴趣有多大 泰国这个绘画这个艺术这一方面呢 因为如果从欧洲波士艺术这一方面呢 因为泰国本身呢还是画呢 我接触很多教授包括在艺术大学上课 大部分还是丙细画比较多 因为丙细画呢它就在油画和水彩之中间 所以画油画还是少一点 大部分还是丙细画 但平时我们的学生有时候呢 还是画一些丙细画也代表一些油画 这可能也没办法代表一个 因为毕竟油画是西欧的 所以也没办法代表什么泰国的风格 大概艺术是共通的 嗯 那这样这次通过南洋风航环型的展览 您觉得往后会产生一个怎么一个效应呢 这样这一次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一点 我回去以后会把我们这一次展览的情况 包括在泰国在大学包括在文艺界做一个汇报 因为呢这一次呢毕竟是中国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 还有呢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油画艺术的总会 嗯 将来这个展览会不会遗述到曼谷展出 非常高兴 有机会我们代表文化人联合会 邀请我们在曼谷展出一次展览 嗯 那政府方面对这个推动这个文化这个交流啊 活动会扮演什么决心 嗯 我们在泰国是这样的 第一呢我们是举办一些文化的活动 是得到泰国政府特别文化部的支持 还有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也非常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做一种中国 我们中国民族的文化交流的桥梁 所以他们是非常支持我们这种做法的 那中国现在要推动这个一带一路那个发展经济啊 首先要要政策通啊民情通 作为这个文化领域上面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对说到这个一路一带我们习主席推进一路一带 其实对我们东南亚是一个展开一片新的生机 所以呢在文化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强大第一文化性强大 所以呢这一次呢在新加坡展览呢 有来自新加坡、中国、印尼、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六个地区 所以呢这一次是一个艺术的大总会 所以我本人也感到非常荣幸 今天很高兴 谢谢谢谢啊欢迎你们到泰国来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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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